发烧话题绝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心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三月中旬的热门新闻话题 就是一只沸沸在户外献踪之后 18天被人类捕获 但也因为被猎枪击中宣告不治 脱逃18天的沸沸在27号下午 被桃园市农业局捕获 原先以为只是被麻醉 但之后证实沸沸有被猎枪击中 送往六福村动物园急救不治 而沸沸因为没有植入晶片 绅士一度沉迷 直到29号深夜 六福村才紧急发道歉声明 证实这只沸沸是六福村所有 本期节目将从几个面向带领剖析 沸沸回不了家 谁该负责 农业局是如何指挥现场 进行围捕计划 又是谁授权猎人开枪 目前全台在警政署登记 合法拥有自制猎枪的猎人 有近7000人 他们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合法使用猎枪 沸沸的脱逃案变成了枪击案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疑点重重 带您深入了解 沸沸落网了 桃园市农业局向大家报告成果 当大家以为沸沸脱逃案告一段落时 殊不知是揭开了沸沸枪击案的第一章 甚至在枪击案后两天 沸沸从原本身失沉迷到确认是六福村逃出来的 因为六福村兽医在协助救治过程赫然发现结渣伤口特征 跟六福村园区的沸沸特征吻合 因为我们在之前有做过结渣 所以它在腹部的话会有结渣开刀的一个山口 时间回到3月10号 当时在桃园平镇一带 民众发现沸沸在机上乱跑 之后也有机车骑士遇到沸沸满头问号 还停下来回头看 不该出现在城市里的沸沸从哪里来 23号沸沸开始往新屋区和阳眉区附近移动 由农业局接力追捕 仍以失败告终 直到27号才终于在桃园杨梅区的民宅中逮捕归案 结束了沸沸长达18天的逃亡生活 但却不幸地命丧烈枪下 而距离出现地桃园平镇最近的六福村 从一开始否认到枪击案后两天 终于在29号深夜发文道歉 我们动跑处还有包含 就是外面资源的一些受医师 立即的在现场去做一个追捕 那基本上我们人员大概是散布在这个四周 那我们也防止说监控 防止说这个蜜猴会再往下跑 因为这边有个水阵 那在大概3点10分左右 发现这个蜜猴 因为沸沸 就是发现这个沸沸在这个民宅里面 从隔壁的那个屋顶上跳进来 然后从这个人家追捕的时候 她就从这个跳过来 跳过来我就全部关掉不能走了 然后就在这边被打到了 但沸沸被打到的不是麻痹枪 而是一颗打中她左胸的子弹 而开枪的人就是她 穿着迷彩裤的灵性猎人 猎人表示当时由于沸沸离新竹很近 所以新竹县农业处请她协助围捕 但新竹县农业处否认此事 除了委托案陷入罗生门 到底是谁授权猎人开枪 也各说各话 猎人说自己抵达现场后 发现已有穿便服的桃园市农业局 和六福村兽医等人 猎人和大家表明自己是在林物局 做外来种移除的合法猎人 也有说自己使用的是猎枪 之后她和各单位一起围捕 三四个小时把沸沸赶进民宅 因为他们这个住家的后面 其实是几个非常暗的一个房间 所以变成就是说 我们的管制员第一时间在现场 他并没有发现到这个谜 这个沸沸的存在 当他要去拿手电筒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这个所谓的猎人 那这个猎人刚好有手电筒 他就自己上去照 然后也自己去做了一个 射击的一个动作 那当下我们同仁所有的人 并不知道这一支枪是真枪实弹的枪 当时麻醉针那些都射完 然后就是下一个台箱子 但反应的时间不到两秒钟 当时那个收银 就其实是六五生的收银 要做的事情就是减伤 就是这只动物 它在逃逸十几天的过程当中 它有没有其实已经很大的伤口 或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它麻醉了之后 你要对它做一些处理 然后你要看着它复述 然而桃园市府农业局现场没有立刻减伤 而是直接提着沸沸的手 把它塞进网袋后到外面拍照 之后把沸沸装进笼子后 农业局才发现网袋上有血迹 紧急送去六福村治疗 掩误沸沸的救医时间 最后不幸身亡 桃园市农业局局长陈冠义强调 拍照是为了存证 而非刻意摆拍 而遭质疑的桃园市农业局专门委员 吴继夜请辞下台 并不断表示歉意 那这部分我们会做一个 我们整个捉捕的一个SOP的检讨 然而这整场悲剧的源头 动保团体认为是来自于 沸沸围捕计划 根本可以说是没有计划 其实这整个真的是 非常的荒腔走板 太荒谬了 我们看到政府完全没有横向的联系 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 那甚至很可能它会跨越 不同的县市 整个过程它完全缺乏一个 由专业人士参与的这个配套计划 看起来就是没有太多的规划 常常就是见机行事的感觉 那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会发生不人道的事情 也是几率很高的 沸沸争意愈演愈烈 林沐君强调将邀请专家 检讨群养动物的管理制度 并加强相关人员的野生动物保育职能教育训练 目前案件已交由桃园地检署调查 历清死因后对外公开 所以我们后续会找各地方政府来 而不是只有桃园市政府 一起来讨论出野生动物在脱逃之后 所应该要做的一个行为 定立一些标准的一个流程 这起事件从围捕计划 开枪指令到若往后的处置 全程漏洞百出 业人 六福村 桃园市府农业局 三方又各说各话 让沸沸枪案疑点重重 目前除了厘清沸沸死因 开枪真相等来龙去脉外 还得尽快建立围捕SOP 以野生动物资料库 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